好 各位粉丝们 我是修手机的一个 这是一个柜子老铁眼机修的啊 然后这个华硕的华硕败家之眼2 是款游戏手机啊 等信跟华硕推出的游戏手机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结构啊 那个主板太长了 感觉主板好大 这么长 这手机整体感觉也很长 但是这电池容量还是比较大的 5800毫安的 不知道这款手机游戏体验怎么样 好像这个华硕的游戏手机好像有做小风扇的 这上面没有小风扇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